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于2017年11月1日晚间 在客场和到其队进行关键的第七战 以5比1告捷 经过4小时6分钟的夜战 在42,825名休士顿球迷关注下 做客的勇士队共击出12只安打 在前三局共斩获5分 中场以6比2开旋 美国联会所数球对立年来 累计有66次夺得年度总冠军 国家联盟只有50次胜出 进入21世纪以后 美国职棒大联盟 已经连续21个球技年度总冠军 每年都换新面孔 这种江山带有人才出的竞争激烈局面 在职业篮球 冰球 美式足球天地 至今未曾现的 只有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 中场以1969-70球技到1986-87球 连续18年的总冠军球队年年更换 抢下年度总冠军系列赛事的开门红 事件有特别意义的是 这些年来已经有73次赢得首艺的球队 就是最后捧冠的球队62.9% 但是勇士队有两次例外 1992年11月7日 虽然在首艺以3比1击败多伦多兰鸟队 以及1996年10月20日 在争夺系列赛首战 以12比1狂扫纽约洋机队 然而都和总冠军失之较比 勇士队和太空队 在季后赛争夺总冠军阶段 已经交手过5次 其中勇士队三胜1997 1999 2001 太空人队两次得胜2004 2005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年度总冠军系列赛 世界大赛 The World Series 顾名思义是只参加的球员 来自国际 关心的球迷代表全球 今年季后赛 共有20名球员为非美国出生 以6名来自委内瑞拉最多 来自古巴的有5人 来自多明尼加有4人 波多黎各有3人 来自墨西哥和和和鼠库拉索岛 各有1人 在两队的阵容中 共有19名球员 有过世界大赛经历 其中13名太空人队球员 现实过大场面 6名勇士队球员也有部分经验 太空人队是第四次亮相世界大赛 前三次分别是2005年对抗芝加哥白瓦队 2017击败洛杉矶到齐队 以及2019年输给华盛顿国民队 勇士队最近一次在客场大战太空人队获胜 是于2014年6月25日以4比0获胜 彭广阳 2021年10月27日